每年韓國演藝圈總會爆出幾對明星CP 正在戀愛中引發大眾熱烈關注 但其中也不乏荒唐組合出現 像是去年年底BTS蒙內舊國 就被傳說跟大七歲的李又飛正在交往 有YouTuber整理出他們戀愛的九大證據 包括兩人有許多情侶單品 李又飛還用過紫色愛心濾鏡自拍 被認為是在隔空傳愛 不過雙方在第一時間 就透過經濟公司否認戀愛傳聞 強調他們互相不認識 私下也從來沒有見過面 事情才慢慢落幕 同樣身為大事偶像的BLACKPINK激素 也在去年再度爆出 和足球明星孫辛敏熱戀的消息 由安市效力於英超的孫辛敏 被抓包特別跑到法國 和女生同班機回國 雲方也曾在IG上傳 她到英國觀看孫辛敏比賽的照片 而且男方每每勝利時 會親吻的紅色手環也一視是情侶手鏈 直到激素所屬的YG娛樂 發出聲明 表示任何有關她戀情的傳聞 都是沒有根據的 風波才得以平息 去年11月孔劉則是被網友在推特爆料 和泰勒斯在紐約的餐廳約會 讓這段異國戀情 甚至引爆話題 南方經濟公司看到後是完全傻眼 否認表示孔劉最近沒出國 狠狠打臉這荒唐謠言 但這還不是最扯的 2012年憑藉Konna Style 在全球爆紅的賽 居然在同年被爆與少女時代 潤兒搞婚外情 爆料稱兩人是在聚會上認識 互相產生好感 賽以妻子為了家庭選擇忍氣吞聲 會有這種大烏龍 原來是潤兒成汗一味 長得很像賽的導演合照 無故被冠上小三的稱號 實在是很無奈 只能說要面對各種無語揣測的明星們 真的是辛苦了